分享是爱,爱是分享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五颗分享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由Cobodo出品的1.6合金压柱梦魇系列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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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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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满意的地方是比之前要好的 但是买这个题材的玩家 我估计肯定是为了组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场景 咱打个比方 比如说加勒比海盗1比6的那种 我相信大部分玩家应该也不太会摆这样的一个场景 但是你不喜欢不代表没有人去摆 玩了这么多年 我也发现了很多让我可以说意想不到的一些玩家 就是说审美这个真的是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尊重每一个玩家 只要是你是一个友好的人 那我一定会尊重你 我就是一个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对不起咱俩的缘分就尽了 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给大家框架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 可以跟加勒比海盗的那种极客船长 然后可以放在周围一起 可以放一放摆放一个场景 其实也可以放一些 比如说你喜欢埃及题材也可以放一些埃及的人物 买几个 然后买个四个五个的可以放一边 我估计以后一比六的题材可能会出现那种一个皮肤 然后可以套上去的那种 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想法 我不知道这个多长时间能实现 但是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 也是一种玩法 像这种金属骷髅的素体 以后应该是能用到 但是你现在玩的话 其实就可以组建一个场景 然后比如说骷髅大军 都是可以的 这就看大家自己的一个个人想法了 好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期咱们开箱 同样是Comodo NS-015帝国猎手